我們買了一個Toshiba的小型的洗碗機 現在要來第一次來測試它 然後我們裡面裝了差不多這樣子 我從今天大概中午收集到晚上 我們兩個人份量差不多 然後它要倒5公升的水 現在再慢慢給它加滿 他說滿的時候會嗶嗶欸 應該快了吧 我後面這邊倒進去 怎麼還沒有嗶嗶叫呢 它有這個洗水果的功能 S sterilization是什麼 消毒嘛 它有消毒 然後還有 我們這個是 因為是可以倒水的 所以不一定要接這個水龍頭啦 所以就比較容易移來移去 然後也適合我們的小廚房 它還沒有嗶嗶叫啊 嗶嗶叫 它現在是什麼一個水龍頭標誌 你還要再繼續加水 還沒滿 你再加 還沒滿 咦 嗶嗶叫了耶 所以就可以了哈 嗶嗶叫啦 可以了 它沒有說叫你再注水 那開始囉 我按Start 應該OK啦 這真是令你感動 感動的一刻 那就是因為它有用熱水洗 所以它的那個清潔效果啊 消毒效果會比我們熟 熟悉的更好啊 期待 檢驗的時間這個Quickmore好像不太行 你看這個沒有洗乾淨 然後這個湯匙也是 它又黃黃的 這邊 可能這邊堆的太擠了 嗯 盤子看起來是OK的 盤子看起來是OK的 碗的話我不曉得這樣放 OK 碗的話看起來 等一下再一個一個拿出來檢驗 這上面的塑膠盒是沒有很髒 所以洗乾淨 然後這個 這個不行啊 這個被擋到了 這個就沒有沖到 這個裡面這個被擋到就不一樣 因為你的出口要朝同一個方向 我們這樣放也是不對的 大部分有乾淨 但是呢 小部分沒有洗乾淨 這個是我還必須要再洗的 因為我覺得跟我們放的方向也有關係啦 就是沒有讓水可以沖到這些地方 然後這個可能是不能這樣立著放是它洗不帶到 要這樣 如果躺著放的話 就洗得到 這些我等一下再重新沖一下 所以這個洗碗機就是說你放的方向要對啊 就是 你必須這個碗口跟盤 盤口凹槽的部位要朝中間 然後這邊的也是這樣 然後這邊的也是這樣 它是要有點就是 你要有點斜上的這樣子 盤子要這樣它才沖得到 我的方向也放不對了 好我明天再試試看 然後這邊不能夠放太高 一個比較高的大湯匙什麼 就讓它躺著 要再多試幾遍才會知道 它在保養車子 它在保養車子 它的 這個可以 摺上去 哇有廁所耶 房間座 用一個小房間座浪子 哇 好像一個小書房這樣 布置的挺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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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Nissan 還有這個是應該是空氣清淨機 26度 這邊裡面26度 我發現這裡有一本很漂亮的 ESV的聖經 這個 這個Version不錯 可以 這書很美 不錯 我在想這個老闆可能是 基督教的吧 村上收音機 這個是台灣出版的 村上春樹 可是我沒有在看他的書 看到一本應有興奮的 台北人情味小吃 翻一翻 20 2014年有一點點久 作者是吳嘉輝 是一個香港人 前半身是DJ 主持人 電視主持人 後半身是做幕後的 娛樂製作 你可以上他的Facebook去看看 這個搶鍋麵 龍基搶鍋麵 是大學時代的那個 英文老師有請我們 大家一起吃過 很懷念很想再去吃 味道很好 以前在台北念書的時候 住過這個泉州街 就是皇家現烤香腸很有名 有吃過還不錯 他的肉不油的 他的肉好像都是瘦肉 比較多 阿童阿寶四神湯我也喝過 有印象也是不錯 所以目前好像在這本書 看到三家我吃過的 這本書好像蠻值得買的 不曉得他推薦的那些店呢 是不是都還健在 這裡是紅帽橋阿 雙廚菜館 叫了一個魚尾 魚尾鍋 然後兩碗白飯 可是可能會吃得很熱 他的那個 裡面是有 玻璃的 彩色玻璃的圖案 剛剛弄車子弄了兩個小時 現在已經1點半了吧 快要2點了吧 現在幾點 1點40了 所以 就叫了比較多東西 叫了比較大份的 所以我剛剛很餓 現在就已經有一點過頭了 就還好 今天 今天很熱 就感覺很濃啊 感覺 不知道吃不吃得下 慢慢吃 我覺得應該是吃得晚了 慢慢吃 把料吃完就好了 這個是 這個砂鍋煮魚尾 味道還不錯 他魚好不好吃 你吃吃看 好吃嗎 好吃 沾醬 味道還不錯 我剛剛吃他的菜挺不錯的 挺 不會說好像膩膩黏黏黏的 不會 蠻清爽的 菜很好吃 甜甜的 還有很多不同的菜 魚肉比較 沒什麼味道要 蘸這個 蘸這個醬 資訊 第一台 今天吃五魚 還有給了酸乾 我已經擠上去了 然後旁邊是洋蔥 這是炒豆苗 這是飯 很快的吃吧 很餓了 這個魚味道也不錯 很入味 對 用粗鹽下去 給他 烤的 我只是很想要看他那個 是用什麼東西烤 豆芽菜也很好吃 他這個配的是洋蔥很酸 不知道是用什麼東西下去醃的 今天吃蝦麵跟豬扒 蝦麵有沒有古早味 辣辣的有點辣辣 我覺得還不錯了 味道還蠻濃的 然後豬排是冷的 所以泡在湯裡吃會比較好吃 他還是燒肉跟那個叉燒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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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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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